本節目是由Donut and Amel為你呈獻 農曆新年是一個很開心的日子 除了可以拜年鬥利士 還會有很多可憐美食 大家知不知道 原來很多可憐美食 背後都有很多化學小知識 農曆新年家家戶戶都有的美食 一定會鎖到蓮膏和蘿蔔膏 當中蓮膏有寓意步步高升的意思 因為是蒸煮蓮膏的過程 膏底會有升膏發脹的現象 這個是因為糯米粉 糯米粉是製作蓮膏的主要材料 糯米粉是澱粉質、starch的一種 而製作蓮膏的過程是要加入少份攪拌 產生糊化作用 Gelatinization 即是澱粉火粒的秩序會被破壞 然後膨脹起來 而且會變得很黏、很彈 當加熱蒸煮 澱粉火粒還會繼續膨脹 這就是蒸煮蓮膏時 膏底會升高發脹的原因 戰隊綠綠、金銀滿屋 這麼好意頭 煎堆絕對是人見人愛的賀蓮食品 除此之外 還有同樣是金黃色的角仔 笑口棗和彈簪 啊,對了 為什麼這些油炸食品會金黃色這麼吸引呢? 這層是因為它們的主要材料是糯米粉和麵粉 都是澱粉的一種 而澱粉是屬於多糖類 所以在加熱油炸的過程中 會產生焦糖化 Caramelization 因而變成金黃色 好了 地球的賀蓮食品就說到這裏 說實話 大家知不知道 Momemel星都有賀蓮美食啊? 噔噔噔噔噔 就是這個Momemel燒啦 細細細告訴大家 我帶了它來地球跟大家分享啊 呀哈哈哈哈